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非洲的马拉威 史瓦基兰 赖索托三国成立了孤儿院 收留超过6000名孤儿 进行当地非洲母语及传统文化教育之外 还融合了东西方语文与文化 希望改善非洲地区的社会环境 以爱心来照顾非洲地区的孤儿 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认可 此次该团到访纽约 纽约台湾商会将协助演出活动 并呼吁社区各界支持与赞助 出席记者会的纽约乔教中心主任张济南 副会长陈龙峰等商会代表 都对活动表示支持 也呼吁社区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我们这边的侨胞 如果朋友 你的全家 包括小孩子都能够来观赏 来看这些孤儿 他虽然是没有父母亲 但是因为有爱的浇灌 那他们在这个地方 在非洲这个地方能够成长 学了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学了华文 学了一些记忆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们生命里面都会改变 这场慈善演出将在27号下午2点到4点 在华后大学扣登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有兴趣参加民众 可以打电话到台湾商会 7184613325询问 华与电视机人 这天纽约采访报导 艺术家林顺明 自牧师一职退休后 自创并钻研了自然治疗艺术 日前在法拉乘第一银行一郎的展出 在时日落幕 作品结合了艺术与心灵 开创印花艺术的新境界颇受好评 在年少时 曾向台湾著名的淡水画家 陈敬辉学画 艺术家林顺明移民到美 现身传教45年后 专研自然治疗艺术画作 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此次在法拉乘第一银行一郎展出作品 受到观众的好评 林顺明认为 艺术画作可以赏心悦目 移情养性 自然治疗艺术不用彩笔 任何人都可以尝试 结合了艺术与心灵 使个人的兴趣投入 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 当幕式这段时间 总是在了解大家的心灵 对心灵的事情 我们就感受比较深 后来就想到 怎么不把陈老师教这艺术的东西 也跟着心灵来结合 结果就产生了 这种输入比较接近心灵的艺术 这项展出十号为最后一天 许多民众纷纷前往欣赏 并对林顺明的作品十分的惊艳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让人有怀旧的心情 也有的对他对自然材料保存的完整而感到惊奇 他今天在给我重新识回小时候的回忆 我在想今后我可能出去走到郊野 郊外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个花草树木或树叶 我可能会再把它收集起来 林顺明表示 此次展览时分的仓处 日前已有多家艺术中心洽谈展出事宜 他也希望在今年内再次展出自己的作品 华与电视机人 杨展天纽约三方报道 华与电视机人